4月22日是第55个世界地球日 也是中国自杀劳模烟玉珍的第58个生日 近日记者走进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茅乌素沙地 见到了忙碌在春天里的阴雨珍 这是他来到这里的第39个春天 我是1985年 父母嘛 我本来回来到了这个沙漠 看了一下子就不好看得也傻业了 你就比如说这种树来 就是你能舍得这个地方能活得下来 也算是个奇迹 管它哪儿到哪儿看不见人影 有时候脸呀嘴呀全部都变了 家子嘛也就全部都打在那个蝎蝇蝇 不打了这个地方朝旧家里住 当时又拿死我的家 我去拿 我就想呀 有一天有炒盖 我把这个铁穿烫 当时阴雨珍家里最值钱的 是一只三条腿的母羊 阴雨珍用它换了600棵树苗 种在家的附近 最终成活了100多棵 有一年就是回我父亲家里头 或者是啥呀 就把我的脚皮子全部套的 全都是大炮 大炮呀一出来 把啥子又进到炮里头了 哎哟那时候就把我偷的 那个眼泪啊 就吃的眼泪花炮的 我有一天把你这个啥 左右把你制定 那么我就从我妈妈家里头 到我家里头 李不也约摘一个树 李不也约摘一个树 我就想走他这里头 我再上一遍个 他活上一个 我也有个皮铁链的地方 过去的有好多的人笑致我 你们这一家人脑子有毛病 那沙漠里头你准处能管车能管狠 我原先在下的树都在沙漠里头压 挖出来撩个头头 哎呀都够 哎呀朝阳 你这几天比刮风呢 下少点雨 他马上就冒着沙漠 我为其最喜欢冒出这个沙漠 他就风沙就压不倒来 他也挺生气 老天也管住我嘛 看见我们已经努力这么努力了 那么就给下一点鱼啊 给叫做树脚发点牙呀 这个灾火的话呢 就可以能种地了 那么我仍有吃的鲠 那我再咬点羊 羊有吃的草 外不过来 我就每年能果斗的能种 三十多年间 殷玉珍共栽植杨树 张子松 山桃 山姓等桥木一千万余株 杨柴 花棒 沙柳等灌木不计其数 脚下的七万亩黄沙变成了绿洲 殷玉珍也获得了中国三八红旗首 全国绿化奖章 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等诸多荣誉 并在联合国2005年 全球千名妇女 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会议上 入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好像我这个 一生中也就是 专树的命 也不知道对这个树是太爱了 那我每到春天的时候 好像就专树成了病来 哎呀 不专树好像难受了 一看见苗苗 我就自己高兴都不行 现在就到了我的树柳子了 一看了 又看见像我的孩子 又看见又是我的兵 我是他们的司令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也都逗了我开心 总面积4.22万平方公里的 茅乌素沙地 三分之二在鄂尔多斯境内 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此前发布消息显示 经过多年努力 茅乌素 浑扇达克 科尔沁 呼伦贝尔斯大沙地 得到有效治理 林草植被大幅增加 生态整体改善 它是一条命 它是个生命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树枝 当成一个才华 你应该把它培养起来 让它能喝上水 让它成长起来 它永远是给你招手的 而且给你是面对笑容的 它永远是给你招手的 实际上 那么的